好,我们看微观变化的词根 第一个词根叫LECT或者是LIG 这个词根它所表示意思叫choose,叫gather,叫选择的意思 好,那么当它表示选择的时候 LECT它本身来自LOG 你看那G和CT可以换嘛 是吧 所以它表示学科 进一步引申,表示选择 所以elect叫选项 collect,收集,select,叫选择 这都很简单 看底下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intelligence 那么LIG就要选 INTE,L它本身是INTER的变体 这不是因为后面那个LIG这个词根的首字母是L 所以它R就跟着L变了 所以这个单词要从里面选出来的 叫intelligence,叫有智力的 neglect,N也叫不,LEC叫选 所以不再选的,当然就忽视了呗 recollect collect,叫收集 recollect,叫回忆,叫想起 legible,叫清晰的,易读的 LEG叫选 eligible,LIG叫选,E叫out 所以选出来的,当然叫合格的 包括elegant,LEG叫选吗 选出来的就优雅吗 最后一个elit,叫精华或叫精英 lit叫选,E叫out 接下来看brev,bridg 这个词根所表叫make sure,叫缩短 你意思吗 所以大家想一想 那个桥是不是就缩短的意思啊 举个例子,你看那个奈何桥 是不是缩短了 你到这个下一辈子的这个距离啊 所以BIDG它本身叫缩短的意思 当它表示缩短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几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abrevy 叫缩写 同时说老师 AB是个否定前缀 BREV表示短 不短应该表示长 为什么它应该表示缩写的意思啊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我们在很多课程中 好几次课程中反复强调下 那么AB可以表示否定 但是A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表示强调的时候 要双写后面词根第一个字母嘛 所以BREV叫短 这个B 它是被双写出来的 后面那词根第一个字母 这表示一直的短 当然叫缩写 abrevyate 对吧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A和AB 是吧 和我们传统意义上 否定前缀AB是不一样的 BREVITY叫缩短 BREV叫短 是吧 BREV 它表示叫做 简短的叫SUMMARY 最后一个单词 BREGE叫删截 叫经典 BRIDG肯定叫短 好 接下来我们看 VERS VRT 这个词根呢 它所表示意思叫TURN 叫转的意思 当它表示转的时候 是吧 比如说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单词 叫VERSUS 叫转嘛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叫对决 比如说AVSUSB 是吧 A打B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游戏中 是吧 左边一个人 对战另一个人 就那个V一点S一点 就这个词变过来了 好 那么设计单词 比如第一个单词 叫Adverse VERS 叫转 AD呢 叫TURN 所以这单词表示 去转 当然就表示不利的 包括 Adversity 叫灾难 VERS 叫转 去转嘛 它转的不好的东西 Averse呢 叫反着转 所以它叫反对的 Aversion 转反过来 当然叫做厌恶的意思 那么后面还有像AVERT 转移 Advertise 广告 都是转出来看嘛 AVERS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 它叫正面的 VERS 虽然叫转 所以转反过来 它所描述的 也叫正面的 一定要注意 VERS 叫熟练精通的 VERS VERS 表示转 所以能转来转去的 是吧 也表示精湛技巧 VERS VERS 叫版本 比如说VERS 1.0 第一个 1.0版本 VERS 或者是 Vertical 叫垂直的 这都没问题 VERT VERS 都表示转 是吧 那么 还有像VERS 叫最高点 为什么最高点 会有转这个词呢 因为大家想一想 当最高点 你是不是应该转折了 对吧 你看那个重物 往上扔的时候 到最高点转回来了 所以这单词叫Vertex 叫the highest point 最高点 the turning point 好 Vertex 这个单词叫漩涡 好 Convert Converter 和Conversion 好 这个单词 Convert VERS 叫转 所以这单词叫 转变 或叫归 是吧 包括Conversion 转变者 Conversion 都是转变的意思 什么叫归一 大家知道 归一我佛 那归一我佛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是思想转变的过程 是吧 当然Converter 还有转炉的意思 是吧 Inconvertible Convert 叫转换 是吧 那么这个单词 Inconvert 当然不可转换 或者是Unconverted 也叫不可转换 Controvert Controversy Incontrovertible 它都表示叫反着转 所以它叫辩论 叫议论 Contro 反着转吗 Controversy 辩论 机论 或者是Incontrovertible 难以转变的 下面单词叫Divert 和Diversion VRT 叫转 D 也叫向四面八方转 所以它叫消遣 或叫娱乐 或者叫转向Diversion 下面一个单词 叫Invert 叫上下倒置 Revert 往回转 Anniversary AnN 来自Annual 就每年 VRS 叫转 每年转过来 当然叫周年纪念 是吧 Revert 叫恢复原状 好 下面单词叫Converse 我想很多同学都认识 即使不认识的同学 看一下自己脚上的鞋 有个叫匡威的 就是来自他 所以 Conversant 叫熟练的 精通的 Diverse Diversify 和Diversity DI都表示分开 Verse 叫转 所以叫不同的 那我们说 Diversit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数据 多样性 比如说 美国大学 都会要求 它的Ethical Diversity 就是种族多样性 以保证 是吧 是 She better facilitate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是吧 所以我们说 Diversity 叫多样性 所以你学习的过程中 也需要Diversity 多样性的学习技巧 Malversation VRS 叫转 MAL 我们之前讲过 叫不好 叫坏的 向不好的方向转 所以它叫堕落 或者叫腐败行为 Universe University 和Vertical VRS 叫转 Universe 叫宇宙 University 大学 Vertical Vertical 这个词特别好背 你看 Vert 叫转 Go 叫去 所以Vertical 就去转 不知道什么意思 同学 你站起来转转 什么感觉 非常好 叫晕 所以Vertical 它比较叫做 悬晕 Provert 这个词 要注意一下 Vert 叫转 我们已经强大 变摊了 其实主要是要强调一下 PER这个前缀 PER这个前缀 实际上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 表什么意思 它叫全 第二叫做否定 所以这个人子 表示向不好的方向转 它所表示意思叫 To cows To turn aside Away From what is good To more right 它叫腐败 叫堕落 你看 To cows To turn aside Away 是转换 转走 From what is good Or true 从什么是对的 真的 或道德上正确的 这叫pervert Perverse 同样PR叫不好 Vers叫转 所以不恰当的 Perversity 反常 Reverse 叫相反 Vers叫转 而已叫反过来转 包括irreversible 不能反过来转的 叫不能取消的 Transversal 叫横向的 或叫结线 Vers Vers叫转 Trans 变化 你叫转 叫结线 就咱们同学知道 那个直线在坐标线上留的这个结局 是吧 Transversal 好 这样的话呢 是我们Transversal 这个单词 表示叫做横向的 或者是结线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化学定义中 物质组成 结构 性质 变化 规律 所涉及的 所有的这样一些词根 以及他们 参考单词 给大家 讲解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 字幕志愿者 杨栋